又到了一年中最错乱的一个月 纽约时报竟然承认保守派对于变性人的看法完全正确 根据报导 Will Thomas这个 比所有其他的女性游泳选手都还要高出两个头 身形强壮的大男人 在NCAA打败了所有女性的这个性别错乱人士 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 男性在母胎里时候就有搞同诉 而且青春时候会大增 绝大多数的男人有比较宽的肩膀 比较大的手 比较长的身体 肺活量比较高 肌肉量也比较高 然后说 Leah Thomas就是科学的证明 这个说法是来自Dr.Ross Tucker 他们找的一个专家 他说 尽管降低了搞同诉 也没办法夺取Leah Thomas的优势 很多保守派现在就很开心啊 就说哇 纽约时报这个左派发生器 终于承认男人跟女人不同了 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反而是更危险的 这反而是左派在性爱革命上面 发动的更激进的一个进程 之前他们会试着说 只要变性了 打了女性激素 就是个女人啦 然后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基本上有脑的人都不会吃他们那一套 但是至少他们还会想要试图合理化他们这些变态的想法 至少还要试着想去骗人 最近他们连试都不想要试了 他们连骗都不想要骗了 他们只想要执行而已 不解释 讨论 不试图合理化 而是无论如何的要强迫你接受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很多保守派会一直以为就是不可能啦 对不对 这变性人这个议题 男人跟女人有这么明显的不同 这么基础的尝试 左派铁定会崩溃啊 没有人会相信啊 人类会回复正常思维 人会回来正常的知识 很可惜的是 一切都没发生 但是现在没有了 Well Thomas就直接说 这就是我要的啊 对不对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有一堆人会在他身边说 对啊 他的确是有点优势嘛 对不对 那就这个样子嘛 不然你要怎么办 真的就是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 有些人看了资料 推荐 你享受竞争的利益 你怎么说 有很多资料 进行资料 你做得多好 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愿意 我最大的改变 当年年龄 我上年龄 我过来的最好的 我比较拼得 我比较拼得 所以我得到 被挤得 是十分地凌重的 讓我讓我把我的全都放在訓練和競爭 男人們不讓競爭轉移 我們轉移為開心、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 最重要的就是開心就好啦 那請問那些女生不想看到我在女生更衣室裡面脫光 看到我的下體的話怎麼辦? 跟我屁事啊!我開心最重要啊!別人是別人啊!我是我啊!我只在乎我要的 那些原本可以奪冠的女生、原本可以保送的女生 原本可以得到獎學金的那些女生 那都是別人啊!我只在乎我自己啊! 你們也都應該為了我!我開心最重要! 這個就是最真實的我! 當然!那不是最真實的他,ok? 真實的他是個男人 但是我們的社會比他腦子還不清楚 認為我們應該要鼓勵他繼續錯亂下去 我們知道他最後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 因為謊言不可能讓人得到快樂 但是剛剛他那個影片裡面 他連解釋他的立場都沒有 他不在乎事實 事實不重要 他完全就卡在一個不合理的強制說服狀態 那個人喔!說真的啊!比我高好多!比我還要壯!聲音比我還要低! 他有做什麼轉變?手術嗎?還是有吃什麼藥嗎? 但是他說我去年跟男生一直比賽啊!然後我一直輸 然後我就很難過啊!對不對? 今年我跟一堆女人比賽 我就霸智耶!我開心才是最重要的吧!對不對? 運動不是為了輸贏 就只是為了開心不是嗎? 所以說你憑什麼問我男人跟女人有什麼不同? 你何德何能啊?說什麼事實?說什麼道理? 你憑什麼管我的快樂?其他的人的快樂呢? 幹我屁事! 很爛的理由跟解釋永遠都比不可理喻 無法溝通好 因為無法溝通的意思就是 你要被迫強制接手他的看法 不然你就是斷絕關係之類的 那他們的想法就是一切只要裝傻 然後別人就必須要尊重 別人就必須要接受 跟我們目前國家的政府一樣 就像民主黨的人就是要無條件的說 拜登就是個好總統 雖然這位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形容他了 完全沒有能力 如果你叫他Ping Dog OK?這個字 而且你已經說了就是第一個字是D 最後一個字是G 他沒辦法給你中間那個字母 就是這麼無能 因為這整個政權一開始 就是建立在一個謊言上面 然後要我們相信一堆專家、教授 好像他們知道的會比我們的多 就像這個我們的財務部部長 Janet Yellen 她說 Sorry,我把通貨膨脹這東西搞砸了 財務部長 管通貨膨脹是你唯一的工作耶 就是弄好經濟耶 然後你去參加那什麼會議 是不是說什麼 墮胎會刺激經濟成長的研究 這個經濟專家把他唯一的工作搞砸 然後他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的經濟部部長 領取消貨膨脹 所以他是先去除營運 還有很多經濟公司的恐怖 有些不提供的大大的に 大 14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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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乎的 消貨可能性化 Кloogle 然后呢 你唯一的工作 就是不要再让通货膨胀爆表 然后 现在拜登就更尴尬了 他跟Jermaine Powell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两个都自称专家的 两个都说通货膨胀在控制之中 一切都OK 美国人没什么好担心的 然后现在他们希望 联邦政府可以就是独立的运作 然后把通货膨胀控制住 而且不要把整个经济搞砸 那这两个人都在谈什么呢 怎么解决呢 就是Joe Biden说 这一切不是他的错 一切会发生都是无法控制的 这基本上就是 Joe Biden的整个政治生涯在做的事情 你要把权利给我 相信我 我会控制好 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但是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并不是我可以解决的 OK 所以说唯一能解决的方式 就是给我更多的权利 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控制就好了 只要相信我就好了 他那天跟Jermaine Poe 我有见面讲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会好好整顿通货膨胀 但是联邦的权利 一定要更独立更多才可以 之前发生的那些 都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相信我 我可以解决的 我签是决定要解决 图销 开始为简单的 第一道 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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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 是没有 贊助得 for that institution but to give them the space they need to do their job i'm not go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ir critically important work the fed has two responsibilities one full employment two stable prices chair paul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fed have noted at this moment they have a laser focus on addressing inflation just like i am and with a larger complement of board members now confirmed i know we'll use those tools and monetary policy to address the rising pric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还蛮明显放下在堵卡片吧 ok他在堵一串东西因为有人叫他要堵那些东西 总统大人美国人不相信你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又说你会解决所有的事情 又同时说你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同时你还是被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被打压的一个受害者 不只是这个样子他整个团队这个幕僚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不是我的错对不对 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不会给你任何的期望我也不能保证目前的情况可以被控制 还有反对我的人就是一群种族歧视的坏人所以我必须要所有的权利 这个就是目前美国的运作模式所有的人都在推卸责任他们只要权利 夺权利而且所有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选中的那一个 例如最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拜登不是去那边绕了一圈然后说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想做很多 而且他的出现只证明了这个惨案是有利于左派的 打个比方Michigan的Waukesha一个黑人至上的开着车在圣诞节前夕的游行冲着撞死了好几个人 这样子不符合民主党要的所以拜登就不会来 而且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新闻就会从媒体上面消失 那像说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几乎每天都有黑人死掉凶手都是黑人 周末的时候会有多起枪击案而且那个城市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是被民主党控制的 而且在芝加哥发生的那些惨案也都不重要所以不需要报道 原因是因为民主党这群人其实他们不想要保护人 民主党对于人类的看法是厌恶而且反感的 但是他们很会喊口号他们很会取名字 他们喜欢把校园枪击案还有把白人至上去超市枪击案曝光到百分之两百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想做 越基本越能阻止枪击案的事情他们越不想做 而且说那些都不是原因 例如现在对于校园枪击案就有一个hardened school的一个方案 就是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只能有两个出口 而且那两个门都是要单向的就是只能出不能进 还有那两扇门都要布置两名警察 就这些基本的如果有这些存在在Uvalde的话 凶手很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不然就是会短时间内马上失去战斗力 所以这个问题就被问到白宫新的发言人 Kareem Jean-Pierre 的身上 拜登愿不愿意至少付出这个样子的行动 结果他说当然不会 The problem is with guns and not hav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deal with an issue that is a pandemic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so that is not his focus obviously and when it comes to when it comes to schools and and I don't know what he said specifically about about schools I know there's been conversation about hardening schools 不行问题不是学校太容易被侵入 是枪支 我们要进的是枪支 各位知道过去这50年持枪率是增加还是减少吗? 1970年代持枪率是43% 各位猜猜现在是多少? 42% 持枪率并没有增加 并没有变化太多 甚至还有稍微减少了一点 那为什么70年代没有现在这样的枪击案? 可能不是枪的多少 OK? 枪有什么改变吗? 我们的枪跟70年代的比起来 比较先进吗? 比较高级吗? 有高级很多吗? 也没有啊 AR-15可能变帅了一点 铁苗变成红点 但基本上AR-15就是AR-15 没有任何的改变啊 子弹也一样啊 AR-15被使用在谋杀的案件里面也非常少啊 不过有个东西是改变非常大的 我们的家庭破碎变高了 我们的离婚率变高了 我们教会人数变少了 社会焦虑变高了 性解放、躁郁症、心理疾病暴增 但是左派不想要改变那些 所以他们就会处心几率的针对那一把枪 AR-15 只要进了美国就天下太平了 这就是他们说的 这就是他们要的 事实上就是他们有成功的禁止AR-15一阵子 结果什么都没改变 现在我们有的AR-15 已经被监管过了 OK 等于就是原本70年代的AR-15的太监版 OK 他们的时候持枪率43% 可以有全自动的AR-15 但是我们现在大屠杀的枪击案变高 然后他们怪的是枪 这跟我们留言区里面很多人说的很类似 有些人说他不同意 警察跟军人有专业训练跟情绪管理 人有枪的话会杀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觉得你家人会杀你的话 能搬多远搬多远 如果是你的老公的话 请你马上离婚 然后请警察限制他跟你的这个安全距离 那天那个影片里面的警察的行为 枪手在里面杀小孩 警察把妈妈压在地上上手铐 你看到了吗?拿着电击枪指责召集的父母 你看到了吗? 你要把你自己跟你的小孩的安全交给他们 是你的自由 只是当歹徒就在门口 然后警察12分钟才到的时候 你就只能怪你 把你自己的安全交给了政府 而且你没有权利管我的自由 因为你有保护你的自由的权利跟义务 你选择放弃 外发给专业的事后老 我甚至不用讲新闻事件 各位可能想一个玩笑话 名侦探柯南大家看过吧 有哪一次木木警官 比柯南先到的? 柯南我从小学5年级看到现在 请问警察 就出了几个人 还有的人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把小孩留在公立学校 把左派踢出去 不应该把正地留给他们 你要怎么做到? 你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为了生活跟左派妥协? 你认为你的小孩抗压性会比你高吗? 老师帮他出色情作业 练童癖习籍的作业 还有功课的时候 你的小孩有能力拒绝吗? 有能力抗拒吗? 我不知道 或许有 但是 我们如果要夺回公立教育的话 我们就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小孩 让他们准备好了之后 有正确的价值观之后 再 出去当 言跟光 在他们准备好之前 把小孩放到公立学校 只是让你听起来好像很有想法 然后你的小孩是个牺牲品而已 而且 也没办法阻止 变态杀人框 再进墙区杀人 保护自己的孩子 跟教育自己的孩子 本来就是父母的责任 不过这些都是合理的 而且值得讨论 而且辩论的 我觉得非常好 也非常有营养 至少跟现在左派 强力推行的变性人议程不一样 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准备好 就把自己的观点 强迫要别人接受 就算有理 也没办法说服人 就跟很多人传福音失败一样 因为他们没办法解释 例如 他们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 神要说 除了我以外 不可以有其他神 为什么基督教的神这么小气 如果我们的回答就是 他就是唯一一个神 他就是这么基础 你不信的话 你就没办法当一个基督徒 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说服别人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解释 神为什么要有这个诫命 要瓦解别人错误的观点之前 就要先把自己的观点 跟价值观搞清楚 如果想知道 为什么圣经上面说 除了我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的答案的话 欢迎去我的个人频道 研制攻略 PHC的十届系列看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 AI NEWS跟PHC可以帮助到人 让我们大家的立场可以更坚定 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为什么有这些价值观 这些律法 以及为什么圣经是正确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男嘉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啦 男嘉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 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 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